花啦啦下不停 游北往南影响各地天气 南投县 台中市和新北市 池雨量都出现90毫米以上 接下来雨区持续往南 加以以南地区要特别留意 在南部地区目前 特别是在山区的部分 其实是伴随着很强的对流 午后的对流云系在发展的 因此在封面南下的过程中 会跟午后对流有所结合 会使得我们的南部山区 其实在午后 封面南下的过程中 雨势会是比较明显的 随着封面南移 云林以北的雨势都逐渐趋缓 但这种短时强降雨 还是导致不少地区积水 台中和台南一度发布淹水警戒 气象局也提醒 这波封面带来的整体雨势 会延续到21号 整个雨量上来讲的话 剩下中部的山区跟南部地区 在清晨的时候还是有雨量 而且到了隔天 就是我们到了明天的 8点到下午的时候 其实在中南部地区 特别是在南部山区这一带 明天还是可能会有 比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除了南部 星期二各地都会回到多云天气 也提醒民众 年日大雨要注意摊坊 落实等各地路况 注意安全 大约新闻聆听许英豪 台北报道